大家好,欢迎收看玩具屋 今天的小猪配鞋给小朋友们带来了 暴兽猎人王 一起看看吧 包装里面有一个暴兽猎人 这是一个闭合状态 这边有卡片 有四张暴兽卡 里面送送了一张暴兽啪啪卡 给小朋友们介绍介绍 它的名称 它的名称叫火焰九尾狐 这是我们暴兽猎人的火焰九尾狐 哇哦 包装上面画着火焰九尾狐的圆形 是一只有着九只尾巴的狐狸 它可以抱变猪鸡 看看背面 背面有火焰九尾狐 5S 地狱三头蛇 这是一款可以对战的玩具 一共有十款暴兽猎人玩具 产品名称暴兽猎人出阵套装 火焰九尾狐 好了 现在把火焰九尾狐插出来 给小朋友们玩一玩 火焰九尾狐插出来啦 火焰九尾狐现在是闭合形态 像不像是一个淡淡的形状呢 先把上面的皮筋取下来 看看玩法说明书 还有多种玩法 这边介绍的是薄片出击玩法 战斗玩法 还有对战玩法 哇 有多种玩法 这边有还原步骤 有暴兽形态 变成闭合形态过程 这边介绍的入门玩法 看看卡片 这是一张通用技能卡 上面介绍的是狂怒龙卷 以及它的技能效果 还有能量分数 这是吐沙石流 是一张通用技能卡 这是一张专用技能卡 是火球连弹 是我们火焰九尾狐的技能效果 还有一张召唤卡 还有一张卡片 上面介绍的是狂暴剧前 以及它的高级技能 这是正面狗奥龙虾 反面的正奥龙虾 还有七四回升 一张技能卡 先找到召唤卡 好 接下来跟大家演示玩法 转动九尾狐 转动起来 然后推下召唤卡 好 包开了 看看九尾狐的包开形态 这是它的头 哇 它的嘴巴可以张开 好漂亮的一只九尾狐 数一数它有几条尾巴 一二三四五 一共有九条尾巴 很漂亮吧 接下来再给大家演示天眼战龙 同样转动天眼战龙 好 看看天眼战龙的包开形态 也是一个很漂亮的天眼战龙 这是它的头 还有翅膀 有四只爪子 有一条尾巴 接下来给大家演示 陀螺 堵鞋 这是一只紫色的鞋子 看看它的包开形态 是什么样子的 转动 陀螺 堵鞋 哇 包开了 看看这只大鞋子 有两个大鞋子 打到尾巴 有八只腿 哇 它的腿会弹呢 看起来 也是一只好恐怖的鞋子 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更多的视频 我们每天有更新 下次再见 拜拜